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相信大家已经都听过 在职场不仅要会做事 更要会做人 至于如何在职场建立人际关系 一直以来都是一门大学问 可惜传统教育只看重专业技能的培养 却很少教我们如何建立人际关系 如何与大家合作 也难怪下班之后 抱怨同事还有抱怨工作 成为上班族最常见的话题 其实人际关系也是一种专业 它是可以透过学习还有训练来强化的 只不过你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做法 还有思路来协助你 所以大人学特别设计了一堂课 课名叫做职场大人学 职场人际关系与优势策略 在两天的实体工作坊中 我们会用很多的个案 来为大家分析职场人际关系里面的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 很多上班族觉得是黑暗的职场政治 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我们会带大家抽丝剥茧 了解其中的逻辑 并且教大家如何回应 当你搞懂了职场的这些规则 才能过得更顺心 并且创造理想的职业 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来看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Joe 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 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职业发展 人机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 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提问的 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 at ftpn.com.tw这个信箱 那如果你的问题是 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 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 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 来放在节目之中 那至于现在有些很简单 几句话可以解答的问题 或者我觉得可以集合网友 综合之力来帮忙的 我会在我的脸书用文字贴出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账号 那首先呢 我要在这里啊 先感谢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因为今天是我们podcast的第500集 我们节目啊 从2019年的2月开播 那其实花了5年的时间 终于到达了现在 终于到达了第500集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每一集都有听过 如果你有的话留言让我们知道 因为呢 我知道有些老朋友 从2019年就一路跟着我们 的节目到现在 那呢 后来有一些新朋友 有一些新朋友会写信给我们 会让我们知道说 他可能中间开始听了 然后觉得很有趣 然后呢 回头把所有的集数都听过了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族群啊 请留言让我们知道 不管你是留言在这个podcast下面的 这个留言区 或者是呢 是在YouTube下面啊 这一集都非常欢迎大家 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 那我们也会继续啊 让这个节目呢 能够走下去 那在今天这个第500集的节目中呢 我其实啊 想要来聊聊人生重心 还有失败 这两件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为什么呢 几个原因了 第一个 我好像之前啊 在我的脸书 有看到就是别人啊 有这样的一个贴文 那这个贴文呢 他好像是把这个伊隆马斯克 是一个访谈 还是他的一篇文章翻成中文 然后呢 那个文中的大意就是说啊 伊隆马斯克建议大家 你要习惯让自己一个人生的尝试尽量最少做十次 意思就是说呢 万一你做了第一次失败 那你呢 就调整一下再试试看 可是呢 请务必这样尝试 让自己逼着最少做十次 那为什么呢 那他后面就有解释 他的概念是说啊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慢慢习惯失败 那习惯失败呢 不是说你就会躺平啊 而是呢 当你发现失败也没怎么样嘛 所以呢 你就能够把失败的这个得失心 不用看得太重 你就会觉得 没有关系啊 那我调整一下 我再试试看啊 所以你反而会在这些尝试的后期 会逐渐从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学到东西 你呢 就会理解 要嘛你就会发现 啊 我知道了 真正的诀窍是什么 你会成功 或者是呢 你学习能力比较差 那也没有关系 你至少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理解 你做哪些事情 你会导致失败 那你做法稍微改变 那当然就有机会 慢慢趋近于成功 就有点像是那个爱迪生 跟灯泡的关系 小时候我们都读嘛 说爱迪生发明了灯泡 但实际上其实也不是 他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事物的过程中 啊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素材 对不对 到底哪个可以点亮 然后呢 他实验了半天 最后发现 啊 乌斯可以 可是前面失败了不知道几百次 所以呢 排除法 那我看到这一段啊 我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有共鸣 我不会说这个叫做英雄所见略童啦 可是呢 我发现这个完全呼应我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世界观 好 那我要讲什么呢 其实我会讲到这一段啊 主要也是因为我最近很密集的跟一些听众 跟一些同学啊 咨询 那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啊 我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呢 我其实原因不知道 好 我先说原因不知道 可是呢 我发现我在某些人的身上 我观察到的一个特质是 他们极度的害怕失败 比方说有人想要转职 可是呢 转职之前他想超级多 然后呢 他就会列出一堆问题来问我 但是啊 老实说 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没有答案的 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常常啊 就是根本上的庸人自扰 我举例 比方说 那就 我去了 万一这个工作 我学不会怎么办 或者是 万一我去了 结果同事不喜欢我 我该怎么办 或者是 我去了 万一这个工作做了 结果我其实不喜欢 我怎么办 或者是 我去了这份工作 那如果老板很难相处 我该怎么办 老实说 这些问题 你问谁谁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能够通灵嘛 所以呢 你如果不去开始 不去尝试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想象中的问题 都是 哦 去了 好可怕 好多事情可能会发生 可是啊 你真的去做了 其实很高几率 这些想象的问题 根本不会发生 毕竟你想嘛 除非你这个人 白目 态度又差 否则 为什么你去一个新环境 平白无故的 同事们要不喜欢你 对不对 一个两个 哎 有可能 一群人 大家都不喜欢你 势必一定是 你这边有什么问题嘛 不会是 你知道莫名其妙 大家就就就讨厌你 而且呢 就算 退一百步 这些真的也发生了 那你说能怎么办 也不怎么办 从我的观点来看 发生了 我们再来解决嘛 那你解决了 不也就没事了吗 你说担心学不会 你现在问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可是那你就去做 做了你发现不会 那我们就想办法学会嘛 你说同事不喜欢 那就让他们喜欢 或者是至少让他们不喜欢 也不能做什么事 或者是什么 老板真的难相处 或者公司有什么问题 好吧 这个可能我们很难解决 那就再换嘛 世界这么大 总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问题啊 都有解 可是你不去 你不做 你心里一直在那边 忐忑不安 那这些问题 它就永远像山一样大 而且啊 你说像这种 找工作换工作 我老实说啦 除非你今天做的事情啊 是什么技术上面 你不具备 或者能力上面 不具备的 比方说 你是文主的 结果呢 你去了一个新的 这个工作场域 老板要你设计火箭引擎 哇 这压根不会 对不对 好 那你担心学不会 好 这个合情合理 可是呢 老实说啊 这个担心还是不合理 因为如果你去一个正常的公司 怎么可能你没有相关背景 然后老板非要把你雇佣进来 然后故意逼你去设计什么火箭引擎 这件事情本来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合理性嘛 所以这些担心 从我来看 大部分时候都是庸人自扰 那你说真的去一个新环境 好 因为要碰到什么新的系统 会有一个什么新的流程 这个新公司会有一个新的做事方式 好 这个很难 可是这些就算再怎么难 也不可能到学不会 对不对 这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逻辑嘛 假设今天是一个新的系统 那一定有一个什么逻辑 有个什么演算法 一定有一个什么操作步骤 甚至可能会有一个说明书 你多看几次 多练几次 多办 也就理解了 这个总是可以找到成功的方法 它没有难到不可思议 没有难到登天嘛 所以大部分这一类的挫折 或者是真的碰到一个问题 它不会怎么样 真的就让我们失败了 它只是让我们还在努力的过程中 所以呢 这一类我会觉得比较是一个不自信的担心 你做了就能烟消云散 可是啊 这一类的担心 我常常还观察到另外一个最麻烦的 就是有些人啊 他害怕起步 最大的关键是因为他内心 我不知道这怎么来的啦 可是呢 他的内心有一个 我一次都不能输的自我坚持 意思就是 我观察有一批人 他们会担心 如果自己没办法一次成功 自己好像就很差 或者呢 他就会很担心 如果我没有成功 我身边的人会怎么看待自己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烂 觉得我很差 会不会羞辱我 也因为他们内心有这样子害怕失败的担心 或者害怕不能成功的担心 所以呢 这边就有个大问题哦 他们会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 我先说 我没有什么统计资料 我也没有做什么学术研究 纯粹就是我这些年的经验跟观察啦 我发现这一类人 其实很常出现在那种啊 就是过去可能都是好学校 或者是呢 过去在学校里头啊 都是排名很前面的这种人的身上 我的揣摩啦 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在学校的时间都很长嘛 你说至少十年十五年嘛 所以呢 很多人啊 其实就会在学校这个体系中 他被这个制约了 那学校因为这个万事万物 都有标准答案 不管你是做什么学科 对不对 最后总是要考试嘛 考试就有标准答案 那有标准答案 有范围 有课本的范围 对不对 比方说今天要考第一章到第七章 所以你知道要考的范围在哪里 你可以充分准备 甚至呢 老师还会给你一些什么考古题啊 还会有一些什么自修题啊 你可以去准备 然后呢 考试的时候 其实题目就通常都在这个范围中 所以你最后就会考试达标 所以我们身边啊 有些人 一路呢 从小学 国中 高中 大学 慢慢的 就被这样的一个习惯给制约了 然后呢 他又呢 每次考试可能都是前几名 所以他就会很努力准备嘛 所以呢 等到离开学校之后 他就会开始担心 如果我今天要做某个事 我不能一举成功 那就表示我准备不充分 那如果我准备不充分 那最好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那最好我不要开始 免得呢 到时候我排名不好 就会很丢脸 好 我揣摩 这是背后的一个思考 可是这个思考呢 甚至在有些人的状况中啊 他还不是一个 就是他自己认知的思考 就是这是他潜意识的一个思考 所以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其实有在做类似的思考 但是呢 那我先讲 尴尬的点在于 我们一旦离开学校之后 其实人生几乎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嘛 也没有什么准备充分嘛 可是如果你的世界观是 我要一举成功 我如果不能一举成功 我就不要开始 那你就发现很多人 他始终都不敢开始 我的观察是啊 我身边啊 或者我们的学员 或者我们的听众 其实有些人广义而言啊 一辈子确实都没有失败过 可是他的没有失败过 是建立在 他其实从来没有真的冒险 从事过什么 他不擅长的事情 他没有任何新的尝试 他没有在没有把握的状况中 就去做某些事情 也因为他没有尝试 所以他也没有真正成功过什么事情 我自己觉得这是可惜的 那我再重复一次哦 有些人他广义而言 一辈子没有失败过 可是因为没有真的冒险 尝试过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广义而言 他也没有真的成功过什么事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可惜 为什么 因为你体验少 你就会让自己其实无法前进 而且呢 你会因为人生的体验太少 而不知道自己真心要什么 有些人努力了半辈子 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别人告诉你 你该去追求的 你要考好学校 你要好成绩 你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不对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这个男生女生来结婚 结婚了 赶快买房子 赶快生两个小孩 然后呢 你就会很快乐 那问题是你照着做 到了30到35岁 你会开始疑惑 你会觉得这真的就是人生的炙热吗 这真的就是我努力一辈子 我最想要的东西吗 然后你背了房贷 你去了一个工作场域中 是你可以考到的 是你可以做的好的 可是你不一定在这个过程中乐在其中 然后你就开始不断的质疑自己 我选了一个对的人 可是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情 对不对 我生了两个小孩 可是每天看他们打打闹闹的 也没有多快乐 我到底这一辈子 我到底人生到底在干嘛 我觉得啦 很多人其实应该要尝试改变改变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一个最底层的世界观 就是你不要去担心失败 我自己的观察是 其实失败在人生中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你要担心的是啊 你的失败不够 所以你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你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 你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 你没有累积足够的快乐 没有累积足够的钱 没有累积足够的时间 你会因为少了余裕 人生后面的空间会变小 你会因为少了体验 没有所谓体验的余裕 你就会开始对人生迷惘 所以我其实反而给很多人的建议是啊 年轻的时候得要多做尝试 多去失败 失败了你会知道什么不能做 你会找到接下来努力的重心 而且其实所谓的失败也没有真的大不了 他不会因为失败而死人 你反而可以因为你每一次小小的失败 你可以去聚焦自己在能成功 或者能开心的事物 还有职业上面 可是呢 如果你很害怕那种小的失败 甚至害怕丢脸 你就会退缩 你就会让自己待在一个不一定开心 可是自己很有把握的环境中 可是呢 也因为没有任何体验嘛 就会不知道自己后续该怎么办 那当然有些人就是 你知道真的就是天生 就是风险趋毙 所以找了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找了一个可能公职的单位 找了一个别人不能开除你的地方 然后做了一份自己不一定开心的工作 可是至少知道 至少我每个月会有钱进来 好吧 如果这样子 你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目标 我当然也不能说它不对 可是呢 我也碰到很多人 他们在于中间 他们没有很想冒险 他也没有觉得甘于平凡是开心的 但是呢 他因为很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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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就会采取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我觉得我要讲出来 因为很多人其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会让自己过度准备 所谓过度准备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会抗拒开始 他们说 可是我现在去做不行吧 我还没有准备好 万一到时候失败 大家笑我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会抗拒开始 可是呢 他又不能接受自己什么都不做 所以他们就会尝试 把自己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这个中间的位置就叫做我在准备 就叫做我在准备 好 什么意思 我举个最简单 大家一听就可以描懂的例子 我跟Brian我们都有碰过 很多人来找我们 他说他有个梦想 这个梦想可能说我要当设计师 我要当厨师 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 我就讲厨师好了 大家比较听得懂 其实碰过好几次 年轻的小朋友 甚至可能是一个上班族 他跑来跟我们讲说 他的梦想是要当厨师 然后他就展出了一个很复杂的规划 意思就是请我们来帮他看这个规划 合不合理了 所以他可能想要说什么去法国念一个什么厨艺学校 然后要怎么样 然后要留在当地 然后做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要在什么学品酒 反正就一大堆东西 然后他就担心 可是就啊 我又担心我能力不一定那么好 会不会到时候我念了书 然后我没有办法能这个留在法国 或者我留在法国 然后怎么课业跟不上 或者是当地会碰到什么歧视 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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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想说 等等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复杂 通常我们都会问 那你现在煮菜吗 你现在厨艺好吗 如果你本来就是烹饪的实力就不错 那你为什么会担心你去了那边学习会跟不上呢 然后呢 你就发现其实有很高比喻的人会跟我们讲说 现在要煮菜 我没有煮过菜耶 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啊 我想说我不会嘛 我要去上课嘛 我上课 然后在学校教了之后 我才会学会煮菜啊 能学会煮菜之后 我才能够当厨师啊 然后呢 才会有什么什么 不对啊 这完全是不对的啊 因为如果你根本在这个议题上面是没有体验的 那你怎么会说自己的梦想是要当厨师呢 你又怎么能期待自己一张白纸的 进了一个复杂的学校之后 他就会让你自然而然变成一个超级厨师呢 不会吧 这个连结是有点脆弱的 这里风险太大了 而且很可能你最后花了时间绕了一大圈之后 才发现啊 我其实讨厌厨房 你不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现在开始呢 为什么你觉得你要准备呢 你的准备其实是每一次尝试的过程都是准备 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拼命念书 那叫准备 这不是准备 而且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当厨师 你本来就已经有在烹饪 甚至呢 你本来就是以此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觉得 其实我有一点地方啊 不是很厉害 有些地方是我过去摸索的 有些地方是我过去跟前辈学的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学校念书 这个时候 因为你有实验 你有失败的经验 你做过某些菜 然后你不成功 你带着这些问题 你去学校找答案 对不对 到底熟成 为什么我做出来就是有差 我明明看着书 这背后还有什么诀窍吗 那我知道这样的调味很好吃 可是我很想知道 背后的一个原理原则 因为我知道了 我搞不好可以用在 其他的这个材料上面 好 你带着问题 你就可能会因为去学校而进步 那既然你已经有一个 基本的实力了 你也带着问题去 那也就确保 你是去了 可以跟上进度的 可是你说你一张白纸 你妄想自己去了学校变成达人 或者你担心你会跟不上 那这个担心确实是对的 可是这其实也就是步骤不对的问题 你让自己果足不前 你让自己过度准备 你让自己其实一直待在一个我在准备的状态 自我欺骗 告诉自己 我有在努力 我有在往我的梦想方面去前进 可是其实你没有 你要往梦想方面去前进 其实你就应该把自己放在 我有在失败 我有在事物 我有在进步 我有在真正的实战中累积经验 这个其实才会有帮助 可是你放任自己处在准备状态 读书是拖延时间 事实上很多人放在准备状态 其实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他不想要面对市场 面对现实 所以他其实是 你知道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拖延 拖延了 所以我就不用面对社会现实 我拖了两年毕业 然后很高几率 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自信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该去考个证照 我要不要该再去考个什么试九试 然后你就一直卡在准备的过程中 三年五年十年都还在准备考试 考试考试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其实不应该这样 你要让自己在失败 在现实的过程中去累积 因为很多事情真正的关键 不是考试是能力 可是能力怎么来 是去做那件事 反复去做那件事 反复透过失败 透过挫折 反复透过调整 你让自己变得厉害 当然一开始一定会失败 谁都会 你说你考蛋糕 你看着食谱做 素人很可能都会考失败 可是你真的就是去练 你几次之后 你慢慢也就发现 蛋糕烤好跟烤坏的关键要素在哪里 甚至是你做了五遍 做了六遍 你开始慢慢有些手感了 甚至你如果很有天分的 搞不好考个十遍 你自己也可以稍微调整口味 调整口感 可是你什么都不是 你只是躲着害怕失败 你想要等到有个人手把手带着你 把你教会变成大师 那老实说 你没有失败过 可是你必然也不会简单的成功 我觉得很多很多人生的事情 真的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很多人真的都卡在一个 我害怕失败 所以我在准备 我跟自己可以交代 对不对 我没有失败 因为我在准备 我没有成功 因为我还在准备 所以我好像很努力 可是其实你在拖时间 所以很多人讲出来的都是借口 我还没有追对方 因为我还要准备一下 我还没有创业 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准备一下 等我40之后再开始 我还没有转职 因为我这个东西还不会 我再去念一个硕士 不是 你应该在失败的过程中来准备 而不是在准备的过程中准备 所谓准备不是不尝试 而是边尝试 边排除掉失败的方法 边尝试边累积问题 这样子 你累积了一些实战的问题 你再去找别人学 你才能问在关键的问题上 才会有真正实物上面的对谈 像我们自己是当老师的 其实我们就是常常会被同学提问 那你一听他的问题 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有在做的人 还是一个完全空想出来的问题 就像我们常常上专案管理 有些来问的问题 你一听就知道 他是真的有在带专案 他在那个问题上 可能真的卡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来我们上课的过程中 听了一个方法 他觉得有解 可是还会有一个什么状况 不知道怎么解 跑来问我们 然后这个时候你帮他解了 他就会觉得 原来是这样子太赞了 然后他就会突飞猛进 他就会跳到下一个阶段 甚至会忽然的开悟 可是你发现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他可能专案的经验 确实是少的 甚至没有 那他来 他可能就会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就是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该怎么处理 然后你知道这个事情 只是在实物上面 根本没有意义的 可是人家问了 你也不能不答 可是这一类的 就变成有点像辩论 或者是空谈 谈得很爽 可是他会不会因为 得到这个答案就进步 不会 而且因为你没有做过 所以你得到这个答案 其实你也没有感受 所以最后你还是不会进步 你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所以不要过度准备 来不要过度准备啊 因为我们离开学校之后 大部分的人生事情 是真的没有准备充分的 你说创业要怎么准备充分 经营要怎么准备充分 关系要怎么准备充分 投资 职涯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这样 你一定要能够踏出第一步 下一步才会浮现 可是呢 你如果不踏出去 只是一直默默啊 这个躲在家里准备 躲在学校里头准备 你甚至永远不知道 这个准备到底有没有用 于是呢 很多人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啊 在那些根本没意义的准备上 跑去上了一堆课 拿了一堆的学历 拿了一堆的证书 考了一堆的考试 可是很有几率 这些都是弯路 你如果这些不做 五年之前 直接就去做做看 对不对 你直接就去当厨师 直接就去进厨房 直接就买一个食谱 就来做做东西 你碰撞几次 搞不好反而会更直线 你五年过去之后 搞不好你已经在那个领域中 站稳脚步了 哦对 讲到这里 害怕失败果足不前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会导致很多人啊 人生体验太少 人生体验太少会怎么样呢 这也是我常常观察到的 就是有些人啊 可能明明已经活到三十了 三十多了 可是啊 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喜欢的工作形式不知道 喜欢的男生或者女生的类型不知道 自己喜欢的梦想不知道 自己真正擅长的能力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 我的解读其实还是上面的原因 因为怕失败 所以呢 就觉得我要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才愿意动 对不对 其实台湾很多嘛 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宁愿不要开口 我厨艺不好 所以等我法国回来 我再来进厨房做第一道菜 我篮球不好 那等我进了NBA 我再来打球 那你发现 你永远没有进步 你没有上场的空间 你也根本不可能会进NBA 我要说啦 世界真的很大 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要想办法克服自己 怕丢脸 怕失败的心 你要给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 多一些不同的体验机会 你不要太害怕选错 你不要害怕选错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大部分选错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年轻的尝试空间真的是多的 它不意味着人生失败 也就是选错而已嘛 选错了再回来也就没事了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去这个美食街 有没有 你发现哇 这个美食街好多东西可以点 有卤肉饭 有炒饭 有这个韩式豆腐锅 有意大利面 有铁板烧 有拉面等等 可是啊 你想说万一我点了 不好吃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会打安全牌嘛 那什么是安全牌 就是你唯一熟悉的那一家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去了这个美食街十次 你还是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因为你都只吃同一道餐 对不对 然后你甚至也不知道 其实我多方尝试之后 我也会找到韩式豆腐锅也很好吃啊 然后拉面我也很喜欢啊 我都不知道 因为你缺乏尝试 很多人的人生其实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因为我恋爱经验太少 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工作 因为我工作的类型接触的太少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会怪 说因为是公司啊 没有给我训练啊 因为公司制度啊 升天不透明啊 因为老板都只给我同样的工作啊 可是这里其实自己也要负一半的责任 因为你让自己活得很安全 可是因为这个安全 你也就造成自己 没有在人生旅程中得到任何的体验 那我会觉得这就太可惜了 这真的就太可惜了 我最后啊 我分享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谈的是人生没有真正的失败 除非你死亡为止 里头我就写了一段话 我念给大家听 我写说呢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失败 但也从来不会有完全的成功 人生啊 本来就是在不断失败过程中 最终尝试让自己处在一个时间够久的稳定中 职业是这样 经营是这样 恋爱当然也是这样 也因此 不要把人生当成赌码 你不用看得准 而且呢 你也永远不该说哈 持音保态是个老话 但也是敬畏风险的我们 为将来预留的后着 人生虽然也可以说是一场赌局 但这场赌局的好处在于你可以不断修正 事实上你也必须不断修正 另外啊 我在podcast第39集 怎么造就成熟的大人 你可以朝向这四个方向努力 这一集我也有提到 成为大人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快速失败 不犯大错 其实啊 跟今天的内容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听过那一集的 或者你没有看过刚刚那篇文章的 我们制作人会把这两个连结放在资讯栏 建议你可以听一下 还有读一下 可以当成了今天题目的延伸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请继续跟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